香蕉哥 香蕉哥 對 我現在是瑜伽老師 真的 以前也是 完全沒有錯 那像是萱萱 對 對 這就是我差不多 五年多以前 還沒有開始 接觸瑜伽的時候的狀態 就是其實我的骨架 並不算小 對 然後在胖的時候 根本就看起來 是不是像一隻熊 很快 熊撞威 很快 對 就是整個人 有肉的 對 完全就沒有扁身的感覺 可是那時候我也不知道 自己是狀的 我完全沒有感覺到 我就覺得說 反正我也看不到 我衣服都穿像這樣 那個時候的男朋友 一定都說 妳這樣肉肉的很可愛 對不對 就覺得自己好像是 滿正常的 是我身邊的朋友看不下去 所以才邀約我去運動 然後我第一次瑜伽課 就讓我完全愛上瑜伽了 所以我接觸瑜伽之後 慢慢看到我身形的改變 我才發現 原來在練瑜伽過程當中 我才找到自信 所以後來成為瑜伽老師 一直到現在教五年多 才想要把瑜伽帶給我的 這一些變化也好 帶給我的自信也好 分享給更多的人 也才會出這一本 如魚得水的寫真集 好美 對 基地人 拯救更多需要被拯救的 對 比如說我身邊一個瘦子 他看起來很瘦 可是他吃得比我很多 就是說他是吃不胖的 其實真的不一定 不是這樣 他有可能運動量很大 他的肌肉量體質很低 所以肌肉會幫忙我們身體 大家的動作 重點就是一定要把小腹給他收成 現在他已經這麼解了 他很瘦 要夾緊 記得在今天等一下我示範給大家的動作 會分成四個級別 不管你是初學者 你今年七十歲 或者說你是已經運動十年的資深練習者 都會有感覺 但重點一定要是 下腹不收 必補夾緊 看看他的服裝和他的講話態度 我們其他人好像老弱藏兵的 對啊 他都不冷 然後我們全都穿 對啊 沒有 我們沒有穿很多 只有你 我知道 紅熊 我們穿很多 我們穿很多 來 蜜亞請 好的 第一個動作我們會來到四足跪姿 通常大家進入四足跪姿的時候 一定是這樣 肚子完全塌下來了對不對 對 這是無效的 記得我剛剛講的 蜜亞老師告訴你 重點在於下腹部要收 溫柴我的背部 從他的變成平的 平的 他的是什麼老師在 他的是 有點Arch 掉下來Arch 這樣會擠壓我們的腰椎 這個沒有效 肚子是鬆的 我們要把尾椎往下卷 小小的動作很小 但是我的腹部下腹 就是肚臍以下 很容易堆積脂肪的部位 就收上去了 收緊緊的 很鬆的感覺 在這裡我們要把腳踮起來之後 輕輕地讓膝蓋離地 這很累 這就是Level 1 初學者停在這裡 這是初學者 對 30秒就可以了 對 做個三組 對啊 第二個動作我們就要來到Level 2了 如果你可以的話 我們就讓一隻腳一隻腳伸直往後 上半身完全沒有變 一樣腹部是收緊緊的 這裡我們就要加入臀部的練習了 單腳提起來 1 2 3 15到30下 屁股要收緊 肚子不可以塌 好好看 肚子不能塌 這個這樣臀大肌 還有腿後肩肌群都會一直不斷去收縮 是 完全沒錯 微笑線就會出來 老師 這樣子的三下可以嗎 三下 如果真的垮了 你可以做這一個 會下來 就是肚子一定要收 肚子要收 肚子要收的 以肚子一定要收的 一直都收著 這是非常的重點 是收 不是憋氣對不對 不是憋氣 不能憋氣 是尾椎往下卷 把下腹部往上提 收緊緊的 肌肉要緊實 可是呼吸一定要有 因為血液是需要呼吸的 沒有錯 對 我們講解 我們講解一下 對 就這樣呼吸 就這樣呼吸 還有Level 3 我們要加入動態了 剛剛的做完換邊之後 膝蓋著手 這個很難 停在這五個呼吸 這個很難過 對啊 然後才可以換邊 臉不紅 氣不喘 對 她最厲害的是 你看她的那個肚子 那個地方是完全不動 對 要收 對 最後來到最高難度的Level 4 如果你已經運動十年了 對 或是像Kevin老師 四次就可以倒立的話 我們就可以 來 膝蓋找到手肘 手肘 把身體伸進來 這怎麼弄 這怎麼弄的 這怎麼弄的 這個基本上 這個基本上骨頭會鎖地 再來 這不是一三等級了吧 還可以再 這個已經加入 有點BREAKING的感覺 對啊 基本上太難了 OK 撐起來 就完成我們今天整組練習 這樣 自己要很有核心 沒錯 其實也滿有力的 核心要很有力 這樣子我們的肚子 就會變得比較平 然後 臀部只要練出來的話 腰線就會出來 這完了 好美喔 伊斯莫娃老師也算強力瑜伽 是強力瑜伽 對 我的強度瑜伽 而且她還有那種歌手的能力存在 就是她很喘了 可是她用講 她還是得講話 對 她邊調呼吸 其實我覺得怎麼樣 然後她就不喘了 謝謝 好厲害喔 謝謝 pell industry 你 挺 也 還不會 發生